这道理由于本人道德标准过稿 已经错过了很多极品的诱惑的 低俗的NTR题材作品 但是上周发生了一件事 直接剥夺了我看电车题材的权利 2023年了 我以为只有在手机上的某些软件 才能见识到这种题材的作品 没想到现在竟然复刻到了现实生活中 说实话如果不是现实画风过于真实 我还以为自己穿越到了某一世曼中 成为电车题材的一位路人甲 上周末我和小青相约去礼饭 上了地铁坐下没多久 对面一位长得很像虎哥的人 偶尔冒犯真的很像 朝着我旁边的一个小姐姐走了过来 虎哥张口就是老天金口言了 他问小姐姐能不能加个微信 小姐姐说不行 讲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分不清搭讪和骚扰 女生拒绝给微信一般就这么几个原因 一有对象 二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三不想谈恋爱也不想交新朋友 四害怕 一二三我不好说 但是肯定是有四的原因的 因为在他刚说出来不行两个字的时候 虎哥的表情就好像穿去变脸一样 一瞬间就黑下来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是天津地铁冷气太足 还是我坐在旁边被虎哥吓的 然后虎哥直接亮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让小姐姐赶紧嗓 说实话 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 我现实生活中很怂 点个外卖两个小时才送到 我能做到最严厉的惩罚就是 在他给我送外卖的时候 我不说谢谢 但是小青就不一样了 他是东北人 身高175 虎哥 到他鼻子 他一把把虎哥的手机推走说 你没听见人家说不行啊 你不看看自己的德项 滚 这里真不建议大家模仿 那天小青没被打 只有一个原因 地铁上有人过来帮忙了 那天回家之后 我就在短视频平台搜索 拒绝别人要微信后 对方依然纠缠 该如何应对 有一种方法是 上下早试对方 面露不屑 嘴角轻轻勾起 说实话 这种方法不建议大家模仿 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性格 什么脾气 这么明显的小事回去 很有可能被打一顿 这里推荐一种更好的方式 不好意思啊 我结婚了 我有孩子了 你要和我约会吗 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吗 我他妈当然不乐意 讲道理 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只是拒绝别人 都需要找一个 让自己能够安全一些的方式 在写这篇文案之前 我就在纠结 结尾到底该怎么升华 我不想显得很严肃 也不想显得很娇巧 但我觉得这件事 有必要说出来 走在路上的女生 不是可以被问多少钱的物品 即使她们看起来很柔弱 很好欺负 那也不是不尊重她们的理由